记者贺敬贤台北报道,电影《谁先爱上他的》陆续在粉专推出Cuzo短片, 北影帝后邱泽,谢迎轩被宣传人员恶搞之余却大呼Showcase, 理由是片中在他们之间穿针领线的两个重要男人, 其实更难搞,新人黄胜求夺第一难搞。 他在片中饰演谢迎轩儿子, 是导演徐玉婷从数十位童星中挑出来的, 宣伤的原因是另一位导演许致莲认为, 他,黄胜求,把那种姻缘生家庭的悲剧宿命, 导致有苦难言而变叛逆的少年气质, 诠释得非常自然,就好像天生如此。 事实上黄胜求的家庭很幸福, 父亲是金曲客家歌王黄莲宇, 而妈妈美丽又开明, 和自己的角色完全相反。 拍摄期间, 黄胜求偿带新玩具到现场交剧组伙伴怎么玩, 导演徐玉婷每次要跟他讲戏, 他看来没有耐性, 但一上戏就有天分, 很得男女主角称赞另一位难搞的适应谈新人, 乐坛老鸟四分为主唱陈如山。 阿珊一直非常热爱电影, 初级到电影邀约时, 他一度以为是找他做配乐, 当他再三确认是演出时, 兴奋度倍增, 他饰演的宋正远是全片问题人物, 因此每一出场都是重头戏, 包括邱泽陪他一起落发, 因为一刀一刀都是来真的, 所以必须一次OK, 没有重来的机会。 而被谢迎轩求婚的那场戏, 为展现当下的力道, 满足各种敬畏, 共拍了十二遍, 累到傻笑的阿珊只好大唱自己的经典名曲, 起来, 让尴尬脸红的谢迎轩终于大笑, 谁先爱上他的同心黄胜球演技好? 王志伟摄华纳提供, 谁先爱上他的聚集影帝后, 还有四分为主唱尘如山? 王志伟摄华纳提供,